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晚,白宫宣布取消6月12日的新加坡会晤,据央视网消息,本月24日,朝鲜在咸进北道吉州郡的封溪里核实验场,追踪条坑道和附属设施进行爆破, 并宣布正式废弃这座核实验场,朝鲜刚刚宣布完废弃核实验场,当天晚上,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,因为近期朝鲜表示出的公开敌意,他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12日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, 特朗普还说,他认为朝方此次措施良心,但仍然期待未来能与金正恩会面,他感到自己与金正恩已建立起良好的对话,而且保持对话比会面本身更重要。 消息一出,全世界都炸开了锅,在朝美首脑会晤出现变化后,韩国总统文在寅立刻召开紧急会议,清瓦台发言人金仪谦表示,正在试图了解美方的真正意图, 长久以来,美韩同盟在国际事务上,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互动,但这次美国的举动似乎让韩国有些措手不及,如今的美韩同盟,到底是个怎样的同盟? 1953年,美韩签署共同防御条约,该条约让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延续至今,据大西洋月刊介绍,为了兑现该条约和对韩国的承诺,美国在韩国驻军超过两万人, 两军完全融合,共同训练,1991年,美国在韩国部署战术和武器,将韩国置于其核保护伞之下,去年年底,特朗普就向国会嚷嚷着要求增加驻韩美军的各项费用,据路透社报道,2017年11月,特朗普要求国会增加40亿美元,增强韩国导弹防卫,7000万美元修补海军船只,12亿美元管理韩国战略部署, 一位韩国人回忆,20世纪80年代,她的母亲为准备一场盛大的宴会准备了两天,甚至雇佣了一位厨师来帮助她烹饪美味佳肴,而赴宴的客人,是三名驻韩美国士兵, 当时,9岁的她不明白其中缘由,直到后来才知道,原来那时候的韩国家庭,常常宴请驻韩美军,以表感谢,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韩国民众对美国的情感,似乎出现了变化, 最近公布的对韩国军事学员调查显示,学员将美国,而非日本等其他国家,视为韩国的主要安全威胁, 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,不像他们的祖父母,一般对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,抱有怀旧之情, 相反,当看到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,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后,他们担心同样的情况,会发生在韩国身上, 还有一部分韩国人认为,美国的保护虽然值得感谢,但却是有代价的,根据凯瑟林木恩的权威研究, 韩国在军事统治时期,政府曾迫使女性为美国士兵提供性服务,1966年,两国签署了《驻韩美军地位协定》, 这一协定赋予了美国不少制外法权,美国军方几乎对其人员拥有专属管辖权,因此即使美国士兵对韩国民众实施了高调犯罪也难以受到成罚, 2002年,一辆美国军车撞死了两名韩国中学生后,肇事者被保护了起来,而美国军事法庭最终驳回了此案, 此外,作为盟友,韩国也不得不为美国出钱出人,据统计,大约有5000名韩国人死于约战, 3000名韩国人赴伊拉克与美军并肩作战,面对抗议和质疑,韩国政府解释,伊拉克的部署是为了回应布什政府, 要减少驻韩美军的威胁,据《赫芬顿邮报》报道,如今,韩国支付了驻韩美军约52%的非人力成本, 2016年,这一成本为8.45亿美元,自2005年以来,增加了38.8%,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015年4月的统计显示, 首尔提供了将近100亿美元,用于扩建驻韩美军的新基地,占总体费用的93%,可以说,韩国是在持巨资挽留美军了, 韩国在历经两届坚定的亲美政府后,文在寅于2017年上台,历史上,当一个自由派韩国总统,遇到一个保守派美国总统时, 两国的盟友关系,就会变得有点尴尬,外交学人指出,文在寅一直不愿意公开表明,与华盛顿存在分歧, 但其所属政党,批评韩国保守派对美国的产内态度,使得首尔与华盛顿的关系走向交易化,如果不出意外,这种关系会在文在寅剩余的执政期内持续下去, 韩国杂志Core Exposed的主编则表示,在特朗普时代,韩国应该向美国的另一位长期盟, 有,德国学习,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宣布,欧洲不能再完全依赖美国,欧洲人必须把我们的命运,掌握在自己手中,编辑方尘打动俄罗斯姑娘指南。